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世界一把抓呢我稍微改变一点点这个形态前面一点时间了我来帮各位整理一下以及评论一下就是从上礼拜三到现在一个礼拜的我觉得重要的国际的这个事情过去我们通常把节目分为两段三段然后评论两到三个啊当中重要的这个国际议题但事实上现在国际事情非常的多啊而且 到处都发生一些事情其实对亚洲对台湾对全世界的影响其实都会很深刻啊而他发生的时候可能你觉得只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然后呢他可能串联变成一个区域的大事甚至影响国际政治安全经济的重要的事件啊所以呢呃我们如果每个礼拜开始这个focus 重点在一些重要的区域跟经济的这些大事的话累积下来可能大家也对就是哎这个礼拜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基本的一些事情的发展以及我个人呃初步的这个观点 当然这个礼拜最重要的大家一定都关心是美国的大选对不对不过呢是下礼拜二的事情那这礼拜在美国两个事情引起大家非常重视的这个议题哈一个当然就是美国的参议院以52比48票啊投票 然后呢确认了川普总统所提名第三位在他任内的这位第三位的Amy Barrett啊这个就任大法官 Amy Barrett是这个圣母大学的法学教授但是呢之前做过三年的在芝加哥的上述法官啊上述法院的这个法官那相当的这个保守 他在听证会的时候其实对许多的议题比如说堕胎权啊持枪以及欧巴马健保还有呢会不会参与到就是这次选举如果还是像2000年或2016年就是说有一些州的计票产生就是持续的这个争议那投票日变成投票月啊 这样的情况最后到大法官在2000年的时候由大法官会议决定5比4然后呢投票就是认定小布希当选就是高尔虽然这个普选票比小布希多但是呢因此被大法官给否决 那这些议题问这个Amy Barrett法官啊他都没有做任何的表态他基本上就是说我是一个法条主义者我是一个原文主义者啊 我是独立的我不会做任何人的这个傀儡但是呢这个昨天啊他参加了在白宫跟川普这个等于是宣布他这个受到参议院提名确认的这样一个发表会 那整个场合啊看那个CNN啊就像是一个造势的这个大型的场合那音乐的旁边呢我发觉不是帮巴瑞特法官在造势当然是帮这个川普在造势啊 那现在呃第二个值得关切就是这个我们等一下花点时间来谈美国的大选的最后的这个分析哈 那现在可以提供各位一个确实的数字 这个数字呢呃美国到现在为止提早投票 提早投票early voting有两种一种是通讯投票邮寄的 另外一种呢是这个每一个州在不同的时间他会提早开放投票所 大家可以去那边排队投票 那这个呃通讯投票呢现在出现就是蛮大的这个变化 但现在讲这个数字哈整个到目前为止今天呢呃10月28号啊 美国时间是27号东岸的时间 的全部的包含通讯还有就是投票所的提早投票 9600呃64万哦票已经拖下去了哦哦对不起6900 我自己太兴奋了6900将近7000万票哦 各位美国差不多3亿1000万到2000万之间的人口大概合格选民是2亿2000多万不到3000万 那如果在上一次的投票率是55.4%哈所以呢你看到上次的投票总共才1亿2000多万人口 啊这一次啊到28号还有剩下大概五六天其实已经投了7000万票 下去了这7000万票应该都会是有效票因为他已经都这个寄出去 然后呢有所得到那现在这个巴瑞特法官这个就任之后马上会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前两天美国的这个大法官才认定啊因为现在美国的大法官 其实都已经是保守多于就是这个呃自由派的这些法官 威斯康星啊威斯康星今年4月的时候他举行一些地方选举 他也用了一些就是这个通讯投票那个时候疫情已经起来了 然后呢他认定说其实你在选选举的选举日的前一天呢 你来跟我申请通讯投票都可以那现在很多周大概都是这样子 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啊选举票选举日的前一天你来跟我申请通讯投票 那你什么时候要寄出那当天就要寄出了那寄出之后什么时候会到 以美国的邮政不一定是当天或者是投票日可能会延后到 比如说这个五六天之后 所以今年4月威斯康星的地方的选举地方官员的选举哈 他就让就是通讯投票在投票日之后的六天内到达这个投票所 那邮戳上面显现的是那他就接受他会计算 这个计算大概多出来了七万多票 各位2016年的时候 威斯康星只有580万人口 580万人口 川普2016年在威斯康星赢了希拉蕊百分之零点八 两万多票 这个就变得很严重你看 所以民主党事实上是很抗议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州允许大家一直到最后几天才来申请通讯投票 你加上邮寄的时间你当然要给他足够的邮寄时间 否则你应该就是在前一个礼拜你就要截止这个通讯投票对不对 那但他不是他是在前一天 可是呢现在大法院说你必须要在投票日当天由戳到达才能算 隔一天的就不算 所以说今年四月的那个七万多票就不算 川普如果重演2016他可能会再次拿下威斯康星 当然这个是表示说如果重演2016 那这个现在在整个通讯投票大概是4600万票已经投了 但提早投票呢是2300万 所以现在将近有7000万 因此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投票率啊 这次预计会是非常的高 不过这边有两个数据提供大家参考的 现在已经计算出来 你知道今年美国的选举 美国今年有就是说11月3号的选举 我们刚刚讲是威斯康星的地方的选举 还有那个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初选 我们那个都不算 地方上的这个就是11月3号的选举有三个 总统大选 然后呢参议院的选举有35席 还有呢所有的435席的众议院的选举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 10102亿美金 102亿美金 光是总统大选川普加拜登 52亿美金 一半 52亿美金是多少台币 多少人民币 对不对 所以现在在美国 没有钱 你根本不可能选举 当然总统大选你可以说很多人会捐赠 对不对 可是你看剩下的50亿是参议院跟众议院 他在地方上 如果各位在美国你看到很多地方电台 他也都会在地方上播这些不同选区的这些候选人也开始在做广告 也开始在做社群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些广告 所以事实上传统的打选战 已经都很花钱了 现在呢是更花钱 当然就表示说金钱跟选举 政治跟企业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密切 那第二个数据提供大家参考今天的这个纽约时报登出来 各位你知道从新冠疫情发生 然后呢这个种族议题 黑人生命也是命的议题发生 许多的这些抗议甚至演变成这种暴动之后呢 美国从三月到九月七个月的枪支 卖了多少支 一千五百万支 一千五百万枪支 相较于2019年同一个时期呢 增加百分之九十一 这真的是大家因为感觉到对于政治 对于社会这种不稳定的那种这种忧虑 因此呢不安全感 你当然很多人是第一次去买枪支 在密西根州 密西根州 因为很多这个这个比例 这个在密西根州 反而不是在这个密西根州 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九十八 也就是百分之两百 相较于去年的三月到九月 然后呢那个New Jersey New Jersey增加了大概是百分之一百八十 也就是这个枪支的贩售的这个比例 所以金钱 然后呢安全暴力 那这个二十三号呢 美国的FBI起诉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白人至上这个主义团体 叫做Bugalo Boys 布加洛南海 那名字的曲子还蛮好的 Bugalo Boys 是很知名的 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团体 而且拥有枪支 过去有一些他们的成员 当然有一些个人的这些犯罪 他为什么被起诉 各位还记得五月份在Minnesota的Minneapolis 这个事发生了 乔治弗里德的就是被白人的警察 这个膝盖压死 压这个颈部 然后让他窒息死亡 后来引起一连串的这些示威抗议 有一些抗议事件演变成攻击警察局 然后呢这个攻击 这个抢劫商街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在这个礼拜二十三号 FBI调查起诉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是属于这个Bugalo Boys 布加洛南海白人至上主义者的 他在后来的这个就是攻击 Minneapolis攻击警察局里面 他是主导者 什么意思 他根本就是在反串 栽赃 整个就是针对乔治弗里德事件 的和平示威抗议 当然有一些出轨 但是呢他事实上 这个采取的就是甚至他FBI的调查报告里面提到 他设计的大概几十发 然后呢这个采取的枪支 身上挂的枪支非常多 跟着就是带领的一些人攻击这个Minneapolis市的警察局 所以事实上这种栽赃 这两天出来的时候就整个美国华蓝 原来背后 其实是有部分 我不敢说是全部 应该也不会是全部 那有部分 其实是反而被栽赃反川的 所以这个是蛮特殊的 还记得那个时候 川普还不是来命令 那个司法部长巴尔说你赶快把这人都逮捕 然后呢甚至要求军方派国民兵派军队 来保护他 以及针对这些这个街头的示威的这个抗议 他觉得是一个左派 Antifa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这个 反法西斯的这些人 所造成的社会的动荡 要求军方去这个拟贫动荡 但是军方的将力 集体的这个拒绝 所以从这个礼拜就出来 原来Bugalo Boys 其实是有相当的这个参与到 那我们各位 其实现在全球的疫情呢 真的是非常严重 第三波 美国这个单日的确诊 已经增加到 这个超过八万人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疫情的问题 在美国变得非常严重 整个第三波已经超过前面的两 第一波跟第二波 波兰总统也确诊 整个法 在欧洲 你看法国 德国 西班牙的这个单日确诊 都已经冲破过去的这个数字 法国的单日新增到四万两千人 现在全世界确定了 四千四百万人 确诊 美国已经超过九百万人确诊 死亡已经到达二十 将近二十三万人死亡 亚洲当然在印度是蛮严重 美国是number one 九百万 印度是七百八十万 巴西是五百六十万 这三个国家其实就占了将近一半 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这个 全世界的这个确诊的比例 那伊朗也有增加 东南亚有一些数字也在增加 另外有个有个信息提供各位出参考的 就是说他没有发生 但是呢引起大家很大的注意 在亚洲 日本政府啊 这个本来开会要决定 要将福岛第一核电厂所处理的放射性物质的废水 排放到海中 2011年 对不对 福岛这个事件是2011年的3月11号 整个太平洋的地震海啸 造成福岛第一核电厂的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核事故 然后呢到了就是大概是2015年3月的时候 确认整个核心里面所有的核燃料都已经轮回 在这个废水将近现在已经123万吨 因为他每天大概会增加就是127吨 所以到现在已经放在那边 将近500个奥林匹克的那种50公尺的游泳池的这种水的这种 就是说这个水量 那123万吨 这个其实是蛮大的 那他但已经放不下了 这些除水桶除水槽已经完全要满了 那应该要这个要处理了 有人甚至说让他这个蒸干排放到空气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水里面有一个就是叫做川 就是轻的放射性的同位素 那这些水132万吨如果都排放到这个太平洋 或者是日本海事实上会可能造成怎么样的这些环境的影响 余货量的影响 我觉得事实上都会蛮严重的 日本政府因为这个各方面的压力 因为韩国已经在表示抗议 中国大陆也表示抗议 然后呢要求他要透明化 IAEA室友说因为这是个 这是个难题 室友说要经过怎么样的透明的程序 也许可以降低他的冲击到最低 但是这个Greenpeace都说 大概400天左右 他就会在将整个太平洋 给某种程度污染 但是污染这两个字 这日本政府当然不是这么认为 但是现在日本政府决定先暂停 但各位这个暂停啊 可能也只是暂停几个礼拜 或者几个月 所以我们要继续follow这个问题 到底这123万吨的含有就是川 清的放射性同位数的这个废水 是怎么处理怎么办 那这也在考验了日本现在的这个 菅义伟的这个政府 那其实现在 川普一直不断的要增加 他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个得点成 这个就是助选啊 他又宣布了苏丹要跟以色列建交 这是以色列在跟沙烏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以及巴林这两个国家之后呢 第三个啊 因为苏丹虽然是在北非 但是苏丹基本上也是这个 以色列国家 所以也就是第三个 以色列国家跟以色列建交的 苏丹在1998年的时候 主导针对就是这个肯亚 还有坦沙尼亚的美国大使馆的 这个爆炸案的恐怖攻击 大概死了两百多人 那个在1998年事实上 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事件 然后一直就被美国列为 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团体的这个国家 那苏丹后来做了一些赔偿 但一直都把他列为这个恐怖主义 这个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那但是因为这一次 他跟以色列建交 川普就把他从这个名单上面剔除掉 川普就把他剔除掉 那这个是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中东的这些变化的 这个最新的这个发展 那当然还有美国川普政府 你看一连算都跟其实美国的大选有关 一个国家内部的选举跟政治 他会牵动到牵动到整个全世界的 就是说经济政治跟安全 我们现在讲的是安全面 苏丹跟以色列建交换取 美国把他从这个恐怖攻击名单上面拿掉 然后呢给予一定的这个军事 还有经济上的援助 日本因为这个 放射性的这个废水 怕影响到整个就是说 主要还是影响到日本自己的国际声望 跟他的这个渔获 以及农产品 鱼产品的这个出口 所以呢暂停考虑这个排放 但是那是时间问题 美国川普呢 在这个礼拜两次宣布对台军售 两次 第八次跟第九次 所以川普这四年了 总共已经卖给台湾九次军事武器 第八次是在21号将近18亿美元 包含了一些导弹发射系统战斗机装备 的一些军这个这个这个军备 然后呢隔了五天之后又宣布第九次 还不够要加码 什么东西呢 再加了23.7亿美元 包含就是这个鱼叉飞弹 然后呢这些这个发射器运输器等等之类 这些这个雷达卡车等等之类 加起来23.7 所以美国川普总统四年卖了九次武器 给台湾总共多少钱 175亿美金175美金 175美金我觉得是 在历届的总统四年当中 事实上是算是蛮高的 但是重点是他会连续的九次 所以这个代表着 嗯也许他对台湾的这个军事防卫的评估 因此呢比较快速的 然后呢就是说 但是也分批次的分为九次的 不断的出售武器给台湾哈 不过我们也真的买蛮多的这个武器 那这些钱事实上会造成整个这个财务上的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时间还够 我们讲一些经济的问题哈 各位英国跟美国签订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耶 自由贸易协定当然它是叫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英国英国现在我们有时间等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很快我们要来谈它为什么 英国跟欧盟一直在团脱欧对不对 但是到这个1月开始英国正式的脱欧 可是到现在为止哈 他到底用怎么样的协议来脱欧啊 都还谈不出来 到今年年底就要起满哦 所以英国到底是有没有协议的脱欧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就很积极的想要去跟一些国家去签署 就是说这个FTA表示说 他的这个就是说FTA的策略哈 事实上还是成功的 日本跟他签了 日本跟他签了 因为日本占英国的这个贸易 其实大概只占日本的整个对外出出的2% 所以事实上并不是受到很大的这个重视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各位 这个礼拜哈 超过这个340亿的就是美元的整个蚂蚁集团 在上海A股跟香港股市的同时上市 这已经是世界性的重大的这个就是议题啊 经济财政上的这议题 那这个我们在台湾这方面的这报道还满满少的 那世界最大规模的340亿的这个美金 同时在今这个礼拜哈 要挂牌上市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杨永明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整个一周 其实非常多哈 因为我做了一些这个 为大家提供一些这个事实的发展 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意见 那所以时间稍微比的长一点 蚂蚁上市 这个蚂蚁集团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他这个340亿美金 的这个就是AH股的同时 这个上市 AH股就上海A股跟这个香港 香港股市的这个同时上市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这个 就是说融资的这样一个定价 不过整个蚂蚁集团 现在反而被估值市值超过3200亿美金 所以事实上大概这个可能是表示说 我们等一下来谈 中国的民营企业 是怎么样的一个规模跟发展 过去我们经常看到大家对于中国的 就是这些国营企业 国有企业的一些批评 那甚至提到国进民退 但是你看到这个蚂蚁集团 在AH股的同时上市是 有史以来最大的340亿的这个规模 那这个来看 就是说真实的来看 中国的国营民营企业的关系 或者是正常关系是怎么样 当然上个礼拜还有一个重大的事情 大家其实都把它当做一个 就是说一个消息看过去 三星集团的会长 李健熙78岁 逝世 他其实心脏不好 已经好几年都交给他儿子李在龙 他是第二任的 就是第二代 李在龙是第三代 那三星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你手上有没有在用三星 手机也好 或任何的这些 就是说电器用品 我想你大概 各位 你可能大概都用过三星的某种产品吧 对不对 尤其是这个手机 所以三星的集团代表了什么意涵 刚好跟这个蚂蚁上市 蚂蚁集团上市 你看显现蛮特殊的这样一个变化 但是在此之前 我们先还是来跟各位谈一下 就是因为下个礼拜 美国总统大选就要出炉 对不对 全世界大概没有像这一次 这么重视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 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我觉得从两个层面 六点来跟各位分析 我还是认为 我之前讲过的 拜登将会胜选 两个层面 一个是有数据证据的 有数据证据的这一些 这个三点 分别是 民调 分别是投票率大增 投票率大增 我刚刚大概提过 还有呢 整个市郊 市郊就是suburban 郊区板块的大移动 从2018年11月的其中选举 到现在的这个 就是众议员的这个选举 以及总统大选 第三个当然是各家这个民调 这个都是比较明确有数字 证据的 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看 呃这个民调呃整个投票率 上一次是55.4 因为上一次是希拉蕊 我必须要讲 各位当柯林顿刚选上总统的时候 1991年我在美国念书 OK 那个时候就觉得 是一个新世代的来临 因为他打败 呃就是老布希嘛 对不对 而且他最有名一句话就是经济 在冷战冷战结束之后 从雷根到老布希 丰功伟业的 呃 带领了美国打赢冷战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 就最强盛的国家 而他竞选连任 居然输给来自阿肯舍州 的州长 大家都很搞不清楚 阿肯舍州在哪里 因为这个人不多 人很少 那这个基本上 而且他基本上 应该是都是共和党的这个地盘 但是这个州长科林顿 年轻的小伙子 他太太叫希拉瑞 这然后呢 这整个过程我们就看到 希拉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向 美国权力的顶端 所以很多人对于他 倒不是因为性别的问题 啊 而是个性的问题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跟观点 所以当他跟 就是川普竞争的时候 又发生油电门事件 甚至出现在 这个投票的前四天 欧巴马政府自己的 FBI的局长都跳出来说 这个油电门事件 有新的市政 整个投票率 出不来 但是呢 支持川普的那些 愤怒白人 尤其是大学教育以下的 普罗大众的白人 觉得在过去 欧巴马的八年 包含这个希拉瑞 然后呢 甚至要签订TPP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从柯林顿 那个时候柯林顿签署的 忽略到整个 中下阶层白人的这个利益 所以愤怒白人 集体出来转而投 给这个川普 所以我们刚刚讲 威斯康辛传统以来 都比较是 这个民主党比较多 但是呢 在这个威斯康辛 580万人口当中呢 居然川普赢了2万多票 只有0.8% 所以 55.4%的这一次的 上一次的这个 就是投票率 相较于欧巴马的两次 大概都是六十几 六十到六十三 两次都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这个投票率增加 基本上由这一次 你看已经七千万票投下去 因为他们投票的时候 都会去先登记 他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再做这个 就是说这个初选 以及初选后都可以去登记 我要登记成为共和党 那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 其实大概平均 民主党在提早投票的 七千万票里面 比共和党大概多了三成 甚至更高 至少多三三成到四成 OK 也就是大概是 这个二比一的这样一个比例 所以 因此 你就看到就是说 其实如果投票率增加 投票率增加 我觉得 拜登的这个获选的机会 当然会比较高 第二个 就是整个市 郊区的板块 这个我们 这个之前花过时间 分析过 关键州的几个郊区的板块 在2016年 大概都是投给 这个就是川普的 因为 大概就是 这个白人 然后呢 大学教育以下 因为城市里面 这个 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相间 是共和党的 我们现在不是以 哪个州哪个州 而是每一个州的 这个分 票源的分布的 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这 Suburban 其实是最主要的 这个 就是说 这个选民的人数 集中在这边 在Suburban 这个郊区的地方的时候 2016年 川普拿到 愤怒白人的选票 可是后来呢 很快两年之后 2018年11月的 其中选举 川普就失去了 这边的这个选票 OK 那这一次 这个Suburban 也是板块性的移动 板块性的移动 因为我们从就是 这一次也在竞选的 众议院的议员 那民主党呢 甚至增加了在这个 就是这个摇摆州里面 有一些这个郊区的 选区的 过去是共和党 但现在他有增加 胜选的可能性 所以反而是 就是说民主党 2018年11月的 这个启动选举 可能会再增加席次 因此呢 你就看到 当然我个人认为 通常大家投票 不会去做分裂投票 把总统投给 这个共和党 把这个 这个议员投给民主党 大部分的不会这样子 所以你就看到 其实拜登获选的可能性 是比较高的 因此基本上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当然 各家的民调 这一次的民调 大家其实都把 2016年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在做 问军调查的时候 这个白人 中下阶层的白人 大学教育以下的 白人的这个 这个比例过去 是比较低 因此他把它大幅的提高 因此做了一个这个调整 也做了这个加权 所以如果这次真的是川普当选的话 以后就完全不要看民调 所以这三个 投票率 郊区的板块 各家的民调 这是有数据证据 而且一直以来就是很稳定的 那第三个呢 比较主观的这个认定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问题 对川普真的会是一个大失分 你看他的这个白宫的幕僚长 在三天前公开的对记者说 我们已经不防疫了 我们已经不防疫了 我们觉得这个新冠 其实就跟另外一个流感一样 那年轻 然后呢 川普马上隔了这个几个小时 在推特上面就说 年轻的恢复的快 哪有什么增加增加那么多 那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测试 测试测试 11月4号之后 这些媒体啊 就完全不会报道新冠 因为事情会过去了 他居然这样讲 那各位 现在美国的第三波 每天增加8万人 超过900万人确诊 所以这个是 疫情我觉得其实对川普 会是个很大的这个打击 那同一时间 拜登也提出 如果他当选之后 他会采取怎么样的防疫的这个措施 跟纾困的这个措施 第二点是种族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会激起很多 就是说 这个投票 因为各位你看 投票率就算高达1亿5000万人 也不过是65% 这都是历史上新高了 如果真的会超过1亿5000万人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很有可能 那这些人从哪里来 从suburban市交来 从都市来 也就是说 即使是65% 三个美国人里面 四个美国人里面 也会有一个人不投票 对不对 但是呢 会有很多人会出来投票 那这个种族的议题在 燃烧到现在 然后就加上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白人自账主义者的 Bugalo Boys的 事实上当时在做栽赃反串的这个行为 在抹黑那些和平的抗议 在自己去主导 武装的攻击警察局 所以这些事件累积出来 其实造成愤怒的这个城市人 现在开始投票 还有第三个愤怒的人 也会出来投票 我个人主观的认为 大法官 大法官 这一次Amy Barber的这个就是任命 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9月26号被提名 到现在就这个当选 一个月 刚好一个月 OK 但是呢 他对什么议题回答都不清楚 然后呢 基本上会整个改变美国大法官 的这个生态 对以后美国政治的改变 这会很深远的 我们以后有时间再来跟各位分析 很深远的 所以甚至 这个民主党就有说 当我们掌控参众两院 如果拜登也当选的时候 我们要增加大法官的人数 从9个人增加到11个人 那桌提名两个 把他这个人数给平衡回来 有这样的说法 但拜登一直没有表态 一直没有表态 因为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那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 因为这样 这个认命 有的人认为说 这是拜 这是川普跟共和党的胜利 因此有些人会出来 这个投票 也许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 愤怒的女性 跟就是说 这个自由派的支持者 那觉得说 你其实 因为过去 欧巴马在最后 剩下200多天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大法官 就是说退休了 结果呢 共和党就拦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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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不可以 因为快要选举你不可以 200多天 结果现在剩下一个月 共和党就快马加鞭的 把这个人给提名了 川普将来最大的政绩会是什么呢 最大的政绩 会是他连续 一任连续任命的三位大法官 改变了整个美国大法官 司法以及政治的这个生态 那因此这样子的因素 会不会造成更多人出来 就是说投票 也许支持共和党 表现胜利 也许呢 我觉得 其实愤怒的女性 因为堕胎权这个问题 现在会变成 我们在也许亚洲你不了解 在美国堕胎权议题会是非常关键 Pro-life 还是这个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一个态度 那Pro-life的反对堕胎权的 但支持堕胎权的女性 会不会跳出来大举的来支持拜登 这层没有观察 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花前面两段 这个先整理国际一周 然后呢 美选的最后的分析 那两个层面 一个是有数字证据的三点 另外一个是我认为重要的这个议题 我个人的主观的这个评论 那三个有数据证据的就是 投票率一定会大增的 这一次几乎美国都认定 应该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 百分之六十已经相较于上一次 增加五个percent 五个percent是多少人 两亿两千万 一个percent就是多少 两百二十万 五个percent就是多少 一千万人以上会增加 这还只是六十 如果你增加到六十二 就超过欧巴马时期的这个比例 我觉得会超过百分之六十二 美国甚至有媒体预测 会超过百分之六十五的投票率 你看看大家在这个early voting 都愿意去排十几个小时 我还记得上一次 在台北市场选举的时候 我排了三个多小时 我已经是抱怨连连的 还上了电视 但是呢 这个美国人已经 现在都愿意排十几个小时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坚持 那那当然整个板块的 这个投票的移动 以及各家的民调 这都是数据上显示 对于这个拜登是比较有利的 而且持续比较有利的这个证据 另外一个呢 你从疫情的问题 到种族的议题 到现在这一次的大法官 当然种族的议题 跟大法官议题 你也可以倒过来解释 其实可能会激起白人的忧虑 白人的紧张 大家都买枪支嘛 对不对 还有大法官觉得是 共和党跟川普的胜利 因此更多的这个白人 会出来支持这个川普 也有这种解读的方式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 那我觉得数据会 这个会更为这个明显的 那这一次你看到 整个亚洲的这个经济 各位下个月的14号在越南 就会签署RCEP RCEP 也就是10加5 东协10国 加上日本 韩国 中国 澳洲 纽西兰 的整个 东亚 应该算东亚了 因为印度本来在里面 自己退出 这10加5要形成一个大的RCEP 它就是一个高标准的FTA 自由贸易协定 下个月11月14号 预计在明年的年底 最慢后年的年初 就会开始生效 就会开始生效 那这会是一个亚洲经济整合的新世纪 同一个时间 当然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到整个在欧洲 美洲 印度 整个疫情的数量的增加 当然它也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巨大的 可是呢 在亚洲你看 中国在前三季的经济的成长率是1.9% 第四季一定会再继续增加 整个亚洲包含印度 在今年这个前三季的增长 增长相近2019年是6.9% 将近7% 如果把印度拿掉 那甚至可能会超过7.5%到8%以上 对不对 然后呢 日本跟英国签的FTA 日本因为跟韩国因为征用工的问题 所以日韩中的三边的FTA有点卡住了 但没有关系 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RCEP的这个里面去 然后你看到蚂蚁集团的这个上市 340亿这个礼拜 就会在就是这个香港 以及上海的股市同时这个上市 就都讲到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疫情之下的经济的付出跟反弹 特别亚洲 东亚 东北亚加东南亚的这样子的一个增长 跟这个变化 这个时候南韩的三星的会长李建西去世 他是南韩的首富 三星也是南韩的最大的这个财阀集团 三星这个2019年的排名 三星是number one 所属的企业62家总资产在415兆韩元 415兆韩元 一个韩40韩元等于一个台币 所以基本上占整个就是说 总共的资产韩国的GDP大概将近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二 一个三星 所以有人开玩笑把三把这个韩国叫这种三星共和国 那第二名是现代 第三名是SK 第四名是LG SK可能大家比较不太清楚 做半导体 做当然其实他们都做什么都做了 这几个财团基本上 你从出生到死亡 所接触到的任何东西他们都做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财团非常的这个庞大 那现在就是显现了什么东西 整个韩国的这个这个财团的这个变化 其实显现的政商之间的结合 李秉哲 这是三星的创始人 创办人 到了李建锡 其实我个人是蛮佩服李建锡的 你知道1993年的时候 三星其实刚走向国际哈 他带着这些他的高 这个高阶的这个主管到美国去开会的时候 他自己到了超级市场 他自己在他写的这个一些书里面提到 他感到非常的震撼 为什么当他去就是说呃这个买单的时候呢 看到前面全部都是Sony 全部都是NEC 全部都是这些Toshiba的东西 日本的电器 日本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前面 三星呢旁边角落 三星才刚进入到国际市场 跟Sony在做这个竞争 你说竞争都还是 其实是捧他 放的角落 上面沾满灰尘 他说他站在那个面前 超级市场面前 他震撼到觉得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把所有的这些三星的主管叫来 后来开了一个会 呃做了一个叫做法兰克福宣言 也就是说 他要随时的改变 要把三星变为世界第一 十年之后 2003年 三星超越Sony 超越Sony 三星其实 当然这个李建西 他的这个领导跟事实上是这个 呃很主很关键 不过 韩国的财团也不止三星 我们刚刚讲过 现代SKLG 哦 非常多的这些财团 其实 大概前面六十个财团 占整个国家 相近可能六到七成 的一个GDP 哦 那这个财团化 当然是从 这个 呃普正西的时候的开始 到整个韩国的关系 政商的这种密切 那韩国人当然也在做这种改革 韩国的这个法律 这几年前的法律 大概三四年前的法律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做更新 那任何的政治人物在选举哈 如果 被证实有这种违反 就是说这个金钱或者是收贿 而被法院判权罚款一百万韩元 一百万韩元多少钱 那几万块台币哦 就会立即丧失一元资格 但是各位 哦 我去韩国的时候 碰到一位大企业家 请我去他家吃饭 来了二三十个人哦 哦 韩国人是非常的这个好客的哦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们这种好客 也非常喜欢喝酒 那 这三十个人里面 有 七八个 检察官法官 这一元大概有五六个 然后呢 这个甚至演艺人员 都是男的 都是男的 中间有一两个 那个文化界的这个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女性 所以你看到就是韩国的这种政商 关系 哦 事实上是非常错综复杂 哦 一直以来 那你看 普京会不就是跟这个李在龙 韩国的第三代 李在龙很年轻的 对不对 因为他跟普京会的这样子的一种利益的交换 现在被判刑 然后呢 现在这个保释中 所以李在龙接下来很可能会进监狱 但是因此李在龙就宣布 这个三星 接下来 他是第三任嘛 第三代 哦 那他就宣布 三星将来会传贤不传子 但是有可能吗 这个东西当然很难讲 但我们更进一步看哦 其实韩国是一种政商结合跟财阀共和 的这样子的一种发展 将来在一直三星就是韩国年轻人最想去的这个 就是企业 但是呢 这个现在被LINE给这个超越 那在中国我们刚刚提到就蚂蚁这个集团 中国是一个国家领导 但是是民营新创 鼓励民营新创 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占的这个市值比例还是超过 将近六成以上啊 那你看到这一次蚂蚁集团那个上市 你就看到他在这个对于民营这个鼓励新创 以及民营去补充 当然国有企业是有他的这些官僚问题啊 本位问题啊 政策的问题啊 政治问题是好是坏 这也见能见智 但是民营可以去补充啊 就是说公营的所忽略的地方 比如说蚂蚁金服就可以对一些小的商家进行这个贷款 而且在手机上的APP就可以贷款对不对 但是公营的银行大概做不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这样子到底是是优势列 其实我觉得当然看你是怎么看这个角度 但是我看到我觉得这个差别越来越明显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美国 美国是个资本帝国 美国是完全以市场利益为作为主导 这这样子的一种这种政商关系 这一次50亿美金选美国总统 100亿另外50亿选议员 金钱关系非常复杂 所以这种当我们谈到政治的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到背后面的金权的复杂度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下个礼拜来看开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